這題是說,在火車的軌道上有一列火車 這個火車頭在最前面 後方共拉著六截車廂 這個火車頭拉著六個車廂 車廂每一個都是兩公噸 一個小M 都是兩公噸,就2000公斤 2000公斤 那現在,當火車等速前進的時候 火車頭對車廂的水平拉力 它是3乘以10的4次方 這個水平拉力是3乘以10的4次方 牛頓 那這個拉力是很軟,事實上是等於摩擦力 這個動摩擦力 就是這六截 這個摩擦力全部加起來 這個摩擦力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3乘以10的4次方 因為它沒有加速 沒有加速的話,我把對象併在這裡 我把對象併在這裡的話 F F是3乘以10的4次方 跟摩擦力要抵消 所以它沒有加速度 所以這動摩擦力 這六截車廂的動摩擦力 是3乘以10的4次方 牛頓 現在它是說 經若遇使整列火車 以2公尺每秒每秒 交度要讓它等於2公尺每秒每秒 的加速度前進 那麼整火車頭 需施以車廂的水平拉力 這個拉力要等多少 跟著沒有關係 我們把對象定在這裡 這個摩擦力也不計 就是我們不考慮這個摩擦力 只考慮這個系統 考慮這個車廂 就是車頭對車廂的作用力 車頭對車廂的作用力 我們現在叫做F 本來如果等數的話 是3乘以10的4次方 那現在力量增加了 F呢 減掉這個動摩擦力 等於MA 那M的話 就MA 那現在M的話是6個M 6個M 6解車廂 只有6乘以的話 一個M是 2乘以10的3四方公斤 MA A的話 A的話是2 所以這樣多少 這樣是64 24 這也22 6是24 24乘以10的3四方 這個是等於2.4 2.4乘以10的4次方 但是這個動摩擦力 是3乘以10的4次方 所以我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的話 就得到什麼呢 火車 那這6解車廂的作用力 F 要點多少呢 3加2.4 就5.4 5.4乘以10的4次方 牛頓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C 5乘以10的4次方 再加上了 1 2 2 1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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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